这个奶嘴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勾一个50厘米的这个茂围 我们确定要勾一个50厘米的茂围 就是这一圈勾到最后的这个一圈的这个尺寸有50厘米的话 那我们加针的最后一圈 我们就要勾到差不多43厘米左右 因为我们要预留70厘米左右的这个差距 我们只要勾到40 这个加针的最后一圈 我们如果有43厘米的话 那我们勾到最后 不加不减的勾到最后 它就会多出来一个7厘米 那到时候我会把那个公式呢 贴到这个视频的那个首页 大家截图看一下 就上一集我们之前那个通用茂围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这个尺寸 这个根据头围来量茂围呢 是适用于所有的茂围 就是我们加针的最后一圈的周长 加上7厘米 就等于我们最后的这个茂围 然后由于手筋不同的范围 可在5到8厘米左右 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大家到时候根据这个 下面的这个头围 然后再来具体的这样 根据这个表格来勾 我会把这个表格呢 贴到这个视频的刚开始 大家到时候截图一下 或者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到新浪微博搜西妈手做法 然后我上面已经有把这个表格呢 已经放到上面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这个加针 我们每一针 我们需要加在哪里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每一圈 我们都要加5针了 也不一定加5针 反正就是我们每一圈 我们现在都要加针了 我们看一下加针是加到哪个地方 我们每一针 我们都需要加在这个 外钩短针后面的这个短针里边 后面的这个短针里边 这里也是 或者讲更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份 我们这个帽子 是被外钩短针一共分成了5份 我们看一下 1份 2份 3份 4份 5份 也就是我们需要在每一份 这里 每一份之间 我们都要加一针 好这样讲的话 我会更明白一点 就是每一份 两个外钩短针之间 这里的距离呢 我们都要加一针 那我喜欢的就是呢 就是在这个外钩短针 后面的这个短针里边加针 都是在这个位置加针 那大家如果喜欢在这一针 加针也可以 只要我们在每一份的这个中间 我们都加一针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我们每一圈都是加5针 就可以了 只要在每一份 直接我们加一针 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 每一圈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加针 那这个外钩短针 钩完以后呢 我们要钩 在一定要在出针口 这里是一定要勾一针的 这里是一个重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里是一定要勾一针的 要不然这个针数 我们对不上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这里勾一针 好 我们要在这个第一份里面 加一针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加针 外钩短针 后面这一针里加针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 也可以在后面这一针加针 只要我们每一份之间 我们加一针就可以了 好 加了一针以后呢 我们又是一个外钩短针 好 又继续 勾 勾下一份 那这里也是一个加针 然后一个外钩 然后又继续 然后又继续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外钩针 然后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一个外钩短针 好 外钩短针 这个地方出针的这里 勾一个短针 下面一个加针 然后一个外钩短针 好 这一圈我们就完成了 以这个记号扣为中心 记号扣的这一份呢 我们就是开始 然后后面的就是最后结束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又勾下一圈 那下一圈我们还是要加针的 首先我们也是在这个记号 这个出针口这里 这里是出针口哈 这里 勾一个短针 下面再勾一个短针 好 我们要在这个外勾短针 后面的这个短针里面勾一针 这里就是一个加针了 还有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外勾短针 不能在外勾短针这里再加针了 这里加针的话 我们就会又多出来 所以这里是一定不能加针的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是外勾短针 外勾短针我们是这样 这样的两个这个辫子针 一定不能在这个这里加针 一定是在这个外勾短针 后面的这个短针里边 正常的这个短针里边加针 只要记住 每一圈 每一圈都要在每一份里边 都要加一针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一份两份三份这样的 好 加针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外勾 外勾这里是永远不变的 只有一针 好继续 然后又是一个外勾 然后又是在出针口这里 勾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这里就是外勾短针 后面的这个短针里边 我们就加针 然后一个外勾 然后又是 不加不减的勾 勾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里又是一个加针 然后外勾短针这里 勾一个 外勾短针 一个短针 继续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每一份里边我们都有一个加针 那大家自己定一个位置 也可以在 这个 外勾短针前面一针 那我喜欢的就是在外勾短针后面这一针里加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外勾 好 那这一圈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往下面加大的 这样 我们到时候就是 就是像这个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往下加大 我们要加到哪个位置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又说到刚刚的这个公式 接下来呢 我们又继续勾 勾到就是最后一圈 比如说我们这里 只是打个比方 我们量一下这一圈有多少 好 我们这样量一下 那这一圈有18厘米 那如果我们就按照这一个尺寸勾下去的话 我们18加上7 我们勾出来最后呢 就会有25厘米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加 首先先确定这个宝宝的这个头围 或者成人款的这个头围 确定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头围减去7厘米 就是我们要加针的 加到那个尺寸 就一直这样加针 就每一份里边加一针 加针 加到最后 我们有这个头围减掉7厘米 这个尺寸呢 我们就可以不加不减的往下勾 勾到最后呢 我们会多出来那个7厘米呢 加上这个尺寸呢 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茂围 或者有宝贝在身边的话 我们可以边带边勾边带边勾 这样会比较更明白一点 就是这样加针 每一份都加一针 那如果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最后那一圈 如果比如说 加五针可能又多了 那我们就加三针 加三针就无论在哪个地方 加三针就可以了 比如你也可以加一针 加一针就有合适的话 我们就直接加一针 这个都没关系 在前面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每一份里边都加一针 那大家就根据这一个这里 我写了一个 零到三个月呢 投为是40厘米 那如果我们要40厘米 然后我们要勾到哪个地方 我们才能得到 这个40厘米的这个帽子呢 也就是我们加针的 最后一圈的这个周长呢 有33厘米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一圈 有33厘米 那我们不加不减的 勾到最后呢 我们就会有这个40厘米左右 那这个尺寸表 我都已经写好了 好 大家就先勾到这个 加针 好 这个帽子的话 我已经加到这个 就是加针的最后一圈了 来 我们现在量一下 这一圈 一共有多少厘米 好 这一圈我们勾完 差不多就是40厘米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 不加不减的往下面勾了 那往下面勾的话 勾到最后 我们就会差不多有 47厘米左右这个帽子 嗯 然后我们要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加针了 不加针就不加不减的 往下面勾 就每一份里面 我们就不用加针 短针的地方勾短针 然后外勾短针的地方 我们又勾外勾短针 我们看一下怎么勾 好 这个是外勾短针 我们已经这里是 嗯 开始的地方 好 我们开始勾 要在这个出针口这里呢 我们要勾一个短针 那中间呢 我们都是 现在都是不加不减的勾了 每一针里都勾一个短针 那本来之前呢 我们是在这里加了一针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勾一针 短针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这个外勾短针的地方 我们又穿进去 然后再勾一个外勾短针 好 这就是一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也是在这个出针口的这里 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勾 一直这样勾 勾到 嗯 勾到哪个长度呢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加针的 这个最后一圈呢 我们有40厘米 那勾出来 加上7厘米呢 我们最后大概就是47 48这个样子 好 一个短 一个外勾短针 好 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呢 都每一圈都是这样勾了 就不用再加针了 勾到哪个位置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帽子的话 我们是 嗯 这样卷起来的 这个卷起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没有勾外勾短针的 就是全部勾的就是短针 我们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只勾到了这个地方 那下面的这几行呢 全部是短针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卷起来的话 它 我们是看不到里面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这个就不用再勾外勾短针 那这个外勾短针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勾到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冒生的 这一个呃 长度 我们现在量一下 这个帽身我们有 我们这个有多长 因为这个是奶嘴帽 它跟其他帽子不一样 我们就戴到耳朵上面就可以了 就不用遮住耳朵 这个长度我们自己可以调节 我们从这里开始量 从这里 好 这里是接触帽 这个头顶的这个地方 我是勾到差不多有14厘米左右 我就 就没有开始勾外勾短针了 那下面就是开始 不加不减的勾的 这个短针 好 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外勾短针 我们这样不加不减的勾 勾到差不多 从这里开始量 差不多有13到14厘米 这个当然可以调节的 因为这个是奶嘴帽 它不能那个蒙住耳朵 我们就稍微勾短一点 帽身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深度 好 这个深度勾完以后呢 然后 勾到这里 大家先勾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讲下面怎么勾 现在就一直这样勾 就按照这个方法 不加不减的勾 把这个帽身勾完 勾到外勾短针 勾完的那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讲 这个卷边的地方怎么勾 这期间呢 我们都是不加不减的勾就行了 好 然后这里是外勾短针 我们就勾外勾短针 接下来呢 然后又是短针 这个帽子勾完 和这个卷边一起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是有17厘米的 16到17厘米 因为这个卷边我们是要卷起来的 所以这个长度也可以调节 我们这样看一下 从接触头顶的这个位置开始量 然后到最后呢 我们差不多就是16厘米17 16厘米左右 那16厘米的话 我们就是差不多头围在 46到48之间 我们都可以16到17 就是这个头围 好 大家就先按照这个方法 这样一圈一圈的 要勾这个外勾短针 勾到外勾短针 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停下来 我们勾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停下来 停下来再来讲这个卷边的这个地方 好 大家就先按照这个方法 不加不减的往下面勾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帽子 这个的话我已经勾到 我们想要的这个长度了 这个深度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普通的帽子这个深度了 我们现在量一下有多长 从这里是开始接触 头顶的这个位置 好 这下面是有13厘米左右 好 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 我们现在是 从不加不减的往这里勾 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记号扣在这里 好 这里是结束的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卷边的位置 我们现在要勾卷边的这个位置 卷边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直接勾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外勾短针 是勾到这个位置的 这里 然后其他地方我们都是 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因为我们如果勾外勾短针的话 也是看不到这个效果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勾短针就可以了 一会儿这个要卷起来的 这样卷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这里是全部的短针 我们就直接卷到这个 外勾短针相接的这个地方 这个高度 这个长度我们可以调节的 大家可以调节这个深度的 好 我们数一下 这个大概勾了多少排 1 2 3 4 5 6 7 8 9 好 我们这一个 卷边的位置的话 就最好是 8到10排就可以了 8到10排我们就可以卷两圈 直接这样卷起来 然后再卷一圈 就正好合适 这样卷起来的话 要好看一些 那这个深度是大家 自己可以调节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勾这个不夹不紧的 好 我们先把最后一针先勾完 好 这一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 每一针也是勾短针 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好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 外勾短针的这里了 这里我们就直接 我们看一下这里 就是两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那我们直接就勾两个短针就可以了 这个外勾短针 我们就把它变成短针 一个 好 下面接着勾就行了 就是这样 每一个辫子针里边 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好 又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外勾短针这里呢 我们是一针 两针 我们就直接勾正常的这个短针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针我们都这样勾 就是这样勾 继续往下勾就可以了 勾六排到 勾八排到十排都可以 大家也可以根据线量 也可以多勾两排 那至少的话是不能低于八排的 好 大家先就把这个卷边的这个长度 我们先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我们再看最后 怎么把它断线 然后残线头 好 大家先勾 好 这一个茂身的话 我已经勾了这个卷边的位置呢 我已经勾了十排了 好 大家就勾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记号扣 做记号的最后面的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结束的地方 我们随便在哪个位置 那也不一定一定要在这里 随便在哪里 我们结尾就可以了 勾完短针以后 我们直接在下面一针里边勾引拔针 然后再勾一个起立针 把线头拉长 然后剪断 然后把这个线拉出来 然后把它拉紧 把这个线头拉紧 拉紧以后我们看一下 整体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来量一下 这个一共有 这个帽子有多大 好 我们刚开始加针的时候呢 是加了 加针的最后一圈呢 我们是四十厘米左右 然后现在我们勾完以后呢 就是四十七厘米 所以大家就按照这个 这个公式 我们按照这个公式 这个来勾的话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会多出七厘米 所以这个就是差距 大家根据这个公式 然后确定头 确定好这个要勾的这个尺寸 然后再加针 加到想要的这个长 那个长度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不加不紧的勾 勾到冒生 差不多有十三厘米 十四厘米 那也要根据这个 这个帽生 这个尺寸来看 然后再加上这个 不加不紧的 这个卷边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 我们再用这个 粗的这个缝一针 我们藏一下线头 线头我们藏在外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一会儿 卷进去的话 这里面我们算是外面的 我们只需要藏在我这 这个帽生的外面就行了 好 拖过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 然后剪断 好 把机后扣取下来 然后我们把帽子这样 卷一下 再卷一圈 好 卷两圈 这个帽生的这个长度的话 是可以调节的 大家如果 比如说觉得长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面卷 卷多一点也可以 那也可以往下面卷少一点 好 这个帽子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还有这个颜色 这个要大一些 好 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个视频的 呃 这个教程呢 我们再来勾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图解 就是文字图解 简单的文字图解 贴在这个视频的开始 还有这个头围的这个 我也贴在上面 大家到时候勾之前呢 可以先截图 好 今天我们就讲